白狼颁事长奖!北市一元讽,白色力量!变白狼力量! 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今日举行毕业典礼,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白狼张湾乐上台颁发市长奖,引发网友议论。 北市一元阮昭雄表示,毕业典礼上的市长奖,是市府对于教育的支持与鼓励学子的高涨荣誉,应该是隆重于启发的意涵,也是代表市长的重视与期许。 阮昭雄反讽,颁发市长奖代表柯文哲市长的却是白狼张安乐,白色力量变成白狼力量了。柯市长含两岸一家亲书成还不够,市长奖前翠晴统促党主席颁发。 阮昭雄指出,张安乐身为学生家长,如果学校请其颁发家长会长奖或其他奖项问题不大,但在社会形象有高度争议的人士来代表柯市长颁发市长奖字是非常不当。 最后,阮昭雄要求市长柯文哲和教育局立即查清楚,相关人员是否有行政上的疏失要加以查处,他也认为,该校为国力富小,他教育部也应有态度,以端正教育正确的价值与理念。 台北市议员软昭雄批评,请社会形象有高度争议的人士来代表柯市长颁发市长奖非常不当。 资料照,记者方斌照射。相关关键字。市长奖。张安乐。白狼。 快加入。新闻送上来。 Android。 LINE加入好友。 京。 京。国北交大十小弊点。白狼上台班是掌奖。 狼不来了。张安乐中正大学演讲临时取消。 李克中年庆八分之六到二十五分之六登场。首十日加码五千送五百。 不爽白狼条款。张安乐提公投,贪污纳入组织犯罪手段。 白狼之子现身北俭。张伟关心王炳中案。 看更多。请加入自由时报粉丝团。 下一则新闻。金门金湖国小拔河队。 麦T恤筹前赴日比赛。 上一则新闻。QQ。 自杀人数增加。 攀升为国人死因第十一名。 三十岁勾七十岁被捉奸。 翘臀女反江源佩一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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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